要大家分享一下同學們在戰場上 怎樣的一個心境以及他們得獎後的經驗 原則上當然每個選手都是全力一步 然後遇到每個隊伍都是一樣 全力奔戰然後得到最好的成績 那市長特別頒發大家一千塊 大家有沒有想到要怎麼用 目前還沒想到 你怎麼謝謝市公所這樣一個補助 其實每一年都是市公所 有在幫我們做這部分的支持 那有點感謝 然後讓我們沒有後補之憂的 去選這類型的比賽這樣子 教練可以請您談一下 為什麼我們富州女藍能夠拿到冠軍 您覺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最主要的原因是 當然市裡面的小學的學校老師 都蠻強的 願意把學生送來復興國中 然後再來就是家長每一位的後援資助 然後全力以赴 然後再來就是學校老師們 包括校長都很支持我們球隊 這樣子 那這一次這樣怎麼講 對於我們家長 家長他付出怎樣的心力 來支持這樣一個運動 我們是非常我們學校籃球隊的 一個運動 然後在也非常關心籃球隊 每天早上七點到八點 還有在下課的時間 四點到晚上六點 那是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所有家長會長 都是對籃球隊要出去比賽 甚至出賽的時候 都是非常的關心 然後在出去比賽的時候 我們也有 一起去祝賀他們 給他們一個鼓勵 然後告訴他們說 這次的比賽就是為了圓你們的夢 然後不要忘記自己參加籃球隊 最主要的初衷 然後珍惜自己的初衷 實現自己的夢想 果真在這一次賈吉全國籃球賽 得到了冠軍 讓大家所有的家長會 非常的開心 也替復興國中 爭取非常大的一個榮耀 謝謝 獲得全國賈吉聯賽的冠軍 這不但是我們對史上的第一次 也是前宜蘭縣 從這個所謂的JHBL 還有HBL到UBL 都是第一次 非常不容易 那這次的特色我覺得很特別 第一個 剛才市長有提到 復興國中沒有體育班 因為賈吉幾乎都是體育班的 學校難刮的 這是第一個不簡單的 那第二個 這十二個球員 很多體育台都在訪問 是不是有挖腳從外縣市來的 沒有 十二位全部都原資源會的宜蘭人 都是本土的學生 那十二位來自於六個小學 光復 中山 大洲 大同 南山 等等 總共有 還有一個浴才 所以 全部都是我們從小學培育上來的 所以 也很感謝這些 小學的 籃球教練 給他們奠定他好的基礎 那最大的功勞 還是我們周教練 周進階教練 真的是非常專業 他在現場那種 就是剩下一半半還輸六分的情況下 他還是非常的沉著 整個球員的心理素質也非常棒 所以可以逆轉勝 然後爭取到最後的總冠軍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那最後當然 我們在宜蘭 附近國中也很幸福 校內有家長會 基金會 那校外 從現場 先議員 到市長 到代表會 都非常支持 體育活動 也非常支持學校教育 不斷的鼓勵學校 也給我們很多實質的補助 好 跟協助 所以在這邊 一併的感謝社會各界 好 來一起成就這樣的 宜蘭縣的榮耀 謝謝 附近國中 可以在 我們全國的籃球舞台上 締造這麼好的一個佳績 這個成績啊 不是偶然的 我們看到 我們從 遺族的這一種聯賽 就開始來參與 在107年獲得遺族的 這個全國冠軍之後 我們就已經要設下目標 在甲族上面 拿下最好的一個成績 我們可以拿下 這麼好的一個成績 是平常累積的一個成果 包含各界的一個關心 尤其從非正式的體育班 來募招這些選手來共同 達成一個目標 在正常的課業學習上面 利用課與時間來做訓練 這個是非常的辛苦 尤其我們看到他們在 學習訓練階段 有的受傷 有的手挪破皮 很多的狀況 我們看得也很心動 但是他們這些付出啊 是有這個代價的 能夠替我們宜蘭爭取到 這麼大的一個容量 我們認為我們要對於他們表示 最大的感謝與尊敬之意 畢竟他也是我們學習的對象 能夠在學習階段 就有這麼大的一個耐力跟毅力 而且啊 非常有信心去展現他們的才能 所以今天在文昌廟 除了我們的文昌祈福 像文昌帝君 來請他讓考生有好的成績之外 另外在文昌廟也有武聖 武聖當然就是在運動方面 也屬於這個武聖的管轄辦人 所以今天也來向武聖 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意 讓他有保佑我們宜蘭的學子 平安健康快樂的成長 而且可以拿下這麼好的宜蘭光榮 謝謝大家